当人的医生即将走到尽头时 要如何能够感觉不枉此生 我们一起来追思这一位 美国资深慈济职工西斯道 他在今年2月份因为癌症网生 那么来看看他呢 其实是在1980年代移民到美国 1990年前后接触了佛法 皈依正言上人 自此也加入了慈济职工行列 对于美国总会慈善志业的推动 他是不遗余力 2010年呢 更是海地大地震的第一批 震灾的职工 而同年其实他被诊断出 罹患了肝癌 不过就在这三年多的时间 西斯道挺着病痛 还是努力做好每一件慈祭式 因为他说人的生命有限 一定要让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过得很有意义 我说啊 2010年海地大地震 美国慈禧志工西斯道 第一时间前往砍灾 童年被诊断出罹患肝癌 依旧心系灾民 多次往返太子杠诊灾 看这个美丽 其实我们能够做的 也真的就是很有限 不过对他们来讲 确实觉得真的是 好像是打开了他们心内的那一份 这个一扇窗 让这个爱能够 在他们心中能够去发芽 天天若依旧 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什么叫做圆蓉 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什么叫做圆蓉 都像是对自己的法亲家属 一样的这样子的惯心 当我们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他总是这么有耐心的聆听 2013年底西斯道辞职在家休养 原本期盼病情好转 但终究不敌病魔折磨 今年二月底在守税中安详离世 我在这边深深的祝福 西师兄快去快回 希望在我们的幼儿园里头 可以看到一个小菩萨 长得就像他一样的 这么的从容又这么的淡定 西斯道的一生 纵使只有56年 但却跟很多人结了好缘 生命的长度虽然短暂 却拓展了无限的宽度及深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